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四个星一上来 这排布局应该都不怕点脚 双发轮的点 都是点脚 不仔细看的话还以为下的是模仿器 都很像 但点完脚之后现在好像迷失飞刀 好像玩的人少了 现在都是基本上简单一点 怎么飞一个也好 尝一个也好 尽量的让它简化 简化局面 现在布局的时候感觉会 优先选择简化的一种下法 这个逻辑是就是说我们下棋的时候 尽量应该选一个 就是对方选择少的下法 比如说我们以前比较多下的 那个二天高家 不管怎么挂着 二天高家现在是见不着了 因为你一加的话 别人可能有十种下法都可能存在 而这十种下法中只要有一种 就是对 你没有准备过 就是有一种对对手有利的话 这个就很麻烦 就是你不可能把十种方法 因为我们现在其实要看配合的 我们不可能说把十个下法全部算到 都对自己有利 而一旦漏算了一种的话 有可能就被人抓到 然后这个就有可能会吃亏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比较多的点三三 什么刮脚的时候肩顶 或者是脱退定式 这个比较流行的 这个都是对方选择特别少的 一方面是让对方选择变少 另外一方面也是自己 可以掌握得更好一点 更容易掌握一点 对我们不用担心的东西 没有那么多 白系点三三 然后爬 然后继续点三三 但这个时候就是白系 这两边档是可以选择一下的 就如果我下的话 我是一定会挡这边的 因为正常来说 就是中国为德切漆木板的话 就是我们大家更愿意下白起 就觉得白起好掌握一点 但是这个起一旦我挡了这边 就是我这边是成一个模样的 这个我将来啊 一定是就是要把这个虚的转化成实的 就可能需要拆一个什么的 这样的话这个模样呢 就是一个最大的变数 但我觉得这个虚的东西是很难 很难掌握的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那么大的自信的话 尽量把旗还是走实一点 走实一点的话 那挡那边的话就不会出现这种 这个比较难控制的 大模样的感觉 对 因为这个随时别人一打进去啊 我觉得都是挺头疼的一件事 这三个角的定式长得是一模一样 对 因为就简单定性 要不就飞一下的时候 白起可能会顶一个 但现在就是之所以大家都不飞 应该还是担心别人拖 去虚米试飞到 所以这里都选择了简单的长 像这个尖这个是我们现在一个标配 这个定式的完之后 后续的硬发 然后像这个配合应该还是不错的 黑起张起来的同时 限制了白起这个发展 然后同时也是远远的瞄着这个杂露的可能性 最后一个角 白起也给点掉了 白的不能错过 这样扯平了 依然点了两个角 这里是选择了飞是吗 蔡老师想请教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刚刚也有提到 这个拖的时候可能更多的会导向一个米试飞刀 那么对于黑方来说 如果黑的黑方对于米试飞刀也是掌握的不是很好 想避开复杂局面 那面对对方拖的时候应该下什么 那他就不会飞 如果我怕的话 就不要飞 轮向就不要飞了是吧 那局部如果下到这里的呢 就是可以选择拖先吗 拖先可以选择 但是还是担心将来就是搬出来 就搬出来会有一些担心 有责战的下方 对搬出来的话 等于是把这个旗给分开了 这样的话底下是两个子气比较少 气比较紧 这样的话就是黑鞋这两块 其实要同时处理 这个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是可能也有的时候也能下 但是这个可能操作起来会比较复杂 是 这得看周围的环境和局面了 对 而实战白鞋飞的时候 面对飞就顶了 白鞋也顶 搬 搬一个 黑鞋 黑鞋是上面 小尖 现在哪边 小尖这个 两边的小尖 两边同行 这样的话其实有一点就特别尴尬 就是白鞋实际上心里 这个是怕打入的 但是你一旦补了之后 人家还是要打入的话 这个就有点难受 我们本身看这个棋 就是补一个本手 跳一个一 但一旦跳了一别人还是打进来 我拿它还是没办法的话 这个就 这个跳一反而会变得有可能会有一些重复 是 所以这块功能就是围起来很麻烦 不围担心打入 围又不知道围在哪 对 不知道 确实这个局面相对来说没有围实际的地方容易掌握 对 就我们一开始还是把这个地给捞足 会踏实一点 心里会更踏实一些 然后搬起打赤 这个长三个的话 打赤就没有那么厉害了 刚刚我们有说拖的时候黑的拖先 白的斑底下是两颗子 现在是三颗子 对 这三颗子的话 就是有的这个斑虎可以用的充分一点 好像就是这个 这个打赤 就不是那么怕 四五我们是不太怕的 不是那么怕 齐心更弹性一点 对 这里白旗打出来 因为有这个头 可能这里就是黑旗 往外跑的时候 这边是有可能被白旗给堵上的 然后白旗呢 也是这边不好守 然后白旗可能希望这边发生一个战斗 甚至一个延伸到上面去的一个大型的战斗 然后让这边就是有一些 就是顺势守起来 对 更加有利的一个条件吧 对 黑旗肩 这也是适应手 这里啊 就是要注意一下 这两颗子黑旗是有可能会 就是有可能弃掉了 不一定非得他要的 所以这间也是问一下 你怎么怎么处理 白旗挤住 比如说我们现在尝一个 这样黑旗躲到这个扳的先手 二楼扳的先手 这样呢 黑旗把这两个子要是怎么弃掉的话 可能就会 就会没那么大 实战白旗挤住 全都要 黑旗 我们看到这个跳在很多高手队运当中也是一个标配的下法 嗯 就是这个黑的这三个子比较有弹性 不担心白旗会飞下来 对因为这个扳虎的话 白旗基本上是要打吃的 然后这里再往外跑的话 安全问题不是很严重 然后这里白旗挤住了 就要吃了这三个子会有点大 所以这个黑旗还是先把这个头给蒸了 嗯 白旗靠这个 这里就是黑旗是 这个肯定是不能搬这个 嗯 搬这个的话 可能白旗可以挖一个 比断还要好 就是断的话 可能看着旗行不太舒服 但是挖这个 就是这个旗行啊 这个局面不一定怎么样 但是这个旗行我们注意一下 就是一个跳 然后靠住的时候 这样挖完打这个黑旗是非常难受的 就这里如果黑旗提的话 将来可能面临拍下来 这个形状受不了 对这个粘的话是一个大鱼型 对这粘完气特别紧 然后特别是这边还有安全问题 那这里如果是黑旗粘上的话 看似这个形状很 就是黑旗还是不错的 但是将来啊 现在白旗可能不会断 但将来这个旗一断的话 是特别残酷的 对这个黑旗等于是要被包一圈 这黑旗也只能提 对将来的话只能打一下再提 我觉得干脆就不要了 算了 我觉得这三个子要的话太重了 就面对白旗靠的时候 黑旗的反击同时还得关注这三颗子 对 的安全问题 因为毕竟没有完全走好 对 靠完之后也是白旗希望这个 比如说黑旗扳 白旗退一个 让黑旗补一个 这样我下来的时候可能更加厉害一点 更有力一点 是 实弹是直接黑旗直接把这两个子给下抢 白旗扳 黑旗扳一下 挡住 黑旗扳 黑旗扳一下 黑旗扳一下 这里我们注意一下 这个如果刚才白旗拐也是防断死对吧 这个如果断的话 我现在再拐被它一贴直接紧住气了 但直接断的话 就是白旗要挡完直接被黑旗断 白旗得打一下 这打一下等于又多死一个 这个白旗是要亏的 先拐完之后黑旗啊 这要断的话白旗这个地方是有打吃的 这个一口气可以打死黑旗 这里呢黑旗就先断了一下 这个断是非常巧妙的 对这个断炎气的手法 白旗如果是吃 如果是打吃的话黑旗断 我就可以就可以断了 白旗再怎么打吃 打下来 这个时候黑旗可以通过这个粒啊 炎一起 刚才没有这个断的话呢 这个直接被打死了 现在黑旗断了一下 这个黑旗就白旗是无法这么直接吃掉黑旗的 非常巧妙的一手 先手交换 那实际上黑旗断白旗打吃的时候 黑旗再断这个应该也来得及 对 所以这断的时候 那如果来得及的话 那是不是还是应该先断呢 因为实战的这个断给了白旗 因为我看到他后续的下法了嘛 给了白旗他的下法的机会 他可能本身觉得这个总得断 总得断得着 是吗 不是他是觉得总是需要断的吧 因为如果先断的话 白的吃黑的再断 就白旗别无选择 对 或者是他这个转换本身也判断不清 他正常感觉 如果能把这脚吃了 虽然这两个都死了的话 但是也感觉应该还是不错的 就如果我们判断这个吃脚一定便宜的话 那就没有必要断了 我们看实战吧 实战 刚刚我说白黑旗先断的话 白旗多了一种选择的空间 就是白旗实战没有打 是反打在这里 对 这里白旗暂时有两种选择 一个是打在这儿 然后黑旗断把白旗给断死 另外一个是打这里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他已经全部看清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他就是希望你打这个 让这个局面发生变化 就是黑旗觉得这个下法 黑旗比较满意 他可以希望你打 担心 然后给你挖一个坑 让你跳 是这样的 也是有这样的可能 那实战 白的打黑的 你只能 黑旗这个时候也能断这个 也能断这个 黑旗断这个 也是可以把白旗这三个子施掉了 它跟这样的话 判断起来也非常的难 白旗这样的话 大概是爬一个 爬是先手 然后这个转换 这边都长出来了 但是不会走 因为白旗长完之后 这个被包一圈拐了 这也要手起 所以这样的话 大概就是这么 大家都不会走的一个定性 那这个 估计谁来也无法判断出来 这个到底是偏 是 实战是 黑旗 黑旗直接包了 黑旗是包了一圈 黑旗自所以这么下 一定是就是判断这个字节 这么下 那应该还不错 那从感觉上来说 白旗 就是没有亏的道理是吧 对我不知道是谁好 这个蔡老师 可以请蔡老师判断一下 至少我觉得白的还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旗 就是不用 不用大家来判断 这个正常 正常谁来了 都会觉得这个旗白旗好 白旗还可以是吧 应该大部分人 我觉得谁看到这个旗 就是 第一反应应该是黑旗下错了 黑旗崩了 下成这样 觉得白旗又厚 又把旗旗给吃掉了 对 正常 我觉得十个人里面 应该都选择了 就没有人选择黑旗 我觉得应该 但是他实在这么选 但是真正不一定是怎么样 因为他毕竟这么下了 他肯定也觉得 这个黑的还挺下的 实在是一定觉得 这个旗 这么下 对刚才忘说了 就是白旗如果把这个 这个打这个 黑旗断死 白旗是不能打死的 白旗会上面 就是把黑旗封住 封住完之后 我们不要忘了 这个地方做了一个交换黑旗 做完这个交换之后 被打吃这个是有点亏的 他可能只是单纯的 不想让这个被打死 然后又找不到 合适的时机 去得搬一下 所以换了一个方式 这样定型 这样我们 黑旗走回来 就从木树上来看 白旗吃了石木旗 这个黑旗这边 有个五木旗 这边还是有一些木的 但正常感觉 应该黑旗不能满意 所以他也可能是对比 比刚才那个被封下 被把这个吃了 因为这个吃了 这两下挺痛的 这两下 这个被吃了 他可能觉得 比那个图稍微好一点 这个图呢 不管怎么样 至少这个钱还在兜里 而且骑手在选择 一种下法的时候 有的时候也会 根据自己的风格进行选择 也许这个可能形式 不一定是那么好 但是他觉得适合自己的风格 他之后会更容易把握一点 对 至少这个看 这个地肯定是比那个好 对 那样的话 刚才那个图 就是白旗拦下来之后 脚是白旗的 虽然黑旗吃了三个子 但这边白旗 还是有不少木 这三个子也会比较薄 这样的话 虽然白旗好像很厚 然后我们还要注意 这块旗黑旗没有完全火 将来白旗白旗 这个地方 也会是存在一些问题的 但黑旗至少实地上是可以的 这样黑旗全盘木属是有优势 把白旗掉在这 白旗掉这个黑旗肯定不会硬的 这里没有起 就靠下来就坚住就行了 白旗也是有一个选择 这个是要围上面还是围下面 但正常来说 我们不会去围这边 就是围这边的话 会顺势将黑旗这边变成空 比如说你压一个 它搬完长 顺势这块就出现一块空 但如果在这边走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担心 黑旗这边子列比较多 黑旗如果在这边行起的话也是比较重复的 上面行起的话这个空间 别的地盘很大 这里我觉得也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从我们直觉上来说 这些大飞留了毛病 然后又没有后续手段 就我们会想的这个小飞是不是更稳妥一点 但实际上就是小飞的话 这个地方明显有断点 将来这个地方 无论是黑旗点这也好 点这也好 这个跨段好像还是挺烦人的 他实在走到这步棋 虽然也留下毛病了 但是我们看到下一手的时候 黑旗打路的时候 白旗下一手就直接尖了 就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所以这别看他远了一路 实际上他反而更加结实 我当时看到这步棋的时候 特别有像一种冲动 就是能不能靠出去 因为这个地方确实飞得空间过大了 感觉衔接有问题 靠的话白旗应该是要挖断 这个白旗有后续的应对 并不害怕是吧 应该是不怕的 这个地方再走下来 白旗应该是会把这个断了 极端也可能拐这个 但正常应该是要重断 应该是白旗不怕 因为黑旗这块旗 刚才是空 本来是空的 这个一旦被分开之后 这块旗都有安全问题 白旗这个毕竟太厚了 所以这个黑旗 暂时黑旗时机还不成熟 至少白旗飞到这了 从道理上来说 应该是不会怕你黑旗靠 白旗马上补掉 黑旗也并一个补 白旗不掉 这也是利用白旗 这个手飞本来是有冲断的 但是这三个子白旗有安全问题 所以这里利用这个白旗的担忧 这里给白旗施加更大的压力 白旗贴起来 下一步戏白旗是这个 出头 白旗飞的后续的下方都挺有意思 因为这个定数我们很常见 打完长 白旗很少都往这儿飞的 要么像不飞 要么是大飞 我们看到这一排 一个是这边大飞 一个是这边像不飞 两个飞正常情况都是比较少见的飞 因为我们一定要记住 就是任何一个出现缝隙的形状 这个都是一个缺陷 等于这个地方是有缝隙的 只要出现了这个缺陷 我们就得想着将来怎么补 如果飞到这儿的话也是一样的 将来可以 哪怕是这儿有个走 这儿有个走 这个地方怎么连 舒服一点 就好像是找不到一个很好的形状 但是你要是走到这个地方 或者大飞 就尖一下 就感觉形状还比较好 就飞完之后 以后要再连的时候 就没有一个很好的地方下了 所以他选择了这个 像不飞 实际上这里 白旗 如果是觉得黑旗这话 其实不好进攻的话 攻不着它的话 白旗又有一个简单的处理方式 就是直接我们先搬一下 这边护一下 正常来说黑旗会打吃 然后白旗就简单的利用黑旗这个缺陷 就回去得了 冲 对 这样黑旗打吃 白旗就直接走 回来得了 它这个下法呢 感觉上 有点 其实就感觉 给人感觉有点怂的感觉 这个正常 正常感觉 刚才还是白旗的这个 地盘 现在黑旗一来 白旗从底下过去 溜回去了 有一点点丢人的感觉 黑旗皮 白旗就 传回去 对 传或者 不知道哪个 差不多 它这么下 反而可能会实惠一点 这样的话 就是全盘的这个空上 白旗这边 还是挺大的 这样下 就是白旗简明一点 就如果 如果说要出来的话 这个是一定要攻击到黑旗 如果攻击不到黑旗 这手旗会 会落空的 就这手旗不但 就是没什么太大的用 可能将来还要反复的去 做活自己 而且本身这么连回去 还是存在一些木属的 这个还回去了 多了个七八木旗 可能是有的 实际上黑旗下一步棋是拐 拐这个 对 从黑旗的下法上来说 根本就感觉没有 没有把白旗当一回事 就因为 白旗这块自身 其实没有那么的好 那白旗是靠 黑旗继续跳 一起煎一个 煎这个也是防这个冲断 这个防这个冲断的同时 尽量保持这个头上的优势 这个结果 想它跑起来好好跑一点 嗯 白旗吃 这手旗本身看上去 没有那么的大 但是这手旗的意思 主要还是要追究黑旗 这块是没火 将来这块 是 因为打完之后 白旗这个里面 打完之后 有利的下法嘛 利可能从实地上 会更好一点 比虎 那这个 利主要是要追求 这块旗的安全 对 但这个虎 这边明显没有发展 是 很明显是黑的 这块旗没有活 现在呢 白旗 其实黑旗捞了很多的利 这个时候 然后白旗呢 就是拐黑旗 黑旗现在是走的 这一步 白旗斑 对 白旗斑 然后黑旗拐上面 这个时候拐 这不怕你吃了吗 拐的时候 白的虎 虎的这个 白旗 白旗确实 我跟蔡老师有一样的疑问 这白的如果吃 白旗飞一个 飞一个呢 很感觉 我以为这个建成人 黑旗先拐白旗 但先拐白旗确实 不见得会 那这里 如果这样的话 是不是黑旗有危险 目色看起来像是个打结火 这个黑旗拖一个白旗 白旗顶 白旗顶这个的话 就是捐 这个捐明的大旗 这个地方 不知道他是怎么考虑的 米渔云亭跟海一周的风格 感觉米渔亭可能是更重重实地一点 比较著名比较重重实地 所以这排旗可能整体上 是不是比较关注实地上的把握 这个比赛是从3月8号一直到3月的23号 那么这个总赛区呢 总赛区的这个时长非常的长 对我们其他朋友来说的话 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 也可以每天都关注一下这个比赛 基本上每一轮都会有一个直播 在这里我刚看了一下 这个白旗好像 白旗顶这个黑旗也有一定的危险 这样的话 但这个我没有完全算清了 白旗吃黑旗从这个地方搬出来 这好像有点复杂了 白旗断了 黑旗打吃 这里黑旗只能加出来 加完断之后还牵扯到这个段 但是总体感觉这个是比较危险的 但这里就是我觉得黑旗是还是很危险的 但是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真的黑旗有这个弃子的可能性 不能说完全没有 虽然死了很大 就是白旗 刚才我们看这个黑旗那一串操作 这可能出现一排子 这里要是有一排子的时候 再把这个地方一封 这整块也是非常可观的 是 所以白旗不一定 就是说吃了这个就一定的是便宜的 是但白旗火到这里 然后黑的点了一个 白旗沾上 黑旗吃 这里黑旗将来啊 这个被一跳 这个眼味还是没有完全活 然后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这个黑旗全盘有三块不活得起 一块 两块 三块 这三块虽然就看着都没有那么薄 但是要真凑一块的话 可能会出现危险 所以白旗现在这个实地上啊 我们其实虽然白旗每个局部下起来 都还比较盛啊 下得比较舒服 但从实地上来说的话 白旗现在没有任何优势 这里15木旗 这里可能10木旗 这里可能多算一点 也大概把这个条线算到 也有15木旗 白旗大概是40木旗 黑旗呢 这个底下 有80 85木旗左右 这个加上这个接近30 如果说我们这么 这么纯为上的话 这全盘有60木 白旗只有40木旗左右 所以这个实地上白旗是 这个根本就 就如果说要黑旗为上的话 没有任何优势 但是如果进去的话呢 就是黑旗虽然三块不活 但是白旗这块和这块 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里就看白旗是要怎么处理 白旗实战这里是先跳出来的 对 跳一个 跳一个实际上就是让黑旗捕 然后白旗怎么去打这两块了 但从控制的角度上来说 我觉得这样下啊 虽然这个形式白旗不见得坏啊 但是真的想把这个弱旗 把这块两块不活得起 这个转换成木族来说 这个过程还是很难的 没有那么容易操作 白旗接下来是顶 顶在这里 黑旗 黑的是档度 然后白旗 这个家好像 直接定型啊 这个定型我 感觉有一些 有一些疑问 这个定型 对于白旗这个家的选择 是吗 就外面有一个断点 就因为正常来说 我们先减少定型 这里要 先减少便宜才对啊 但是这个定型完之后 我们似乎没有看到白旗 就是哪里便宜了 但是反而看到了 这个地方 有一个缝隙 两个缝隙 有两个断点出现了 这里有四 这边有断 这感觉反而给自己 找了个麻烦 这里的话 我们简单一点从外面点一个定型 这个可能是不是看上去 虽然木树黑旗要多一点点啊 但是这个似乎自己形状 好像更完整一些 是 实战夹 黑旗定 白旗倒 黑旗幅回去 这个断虽然吃两个子不大啊 但是我们这个多了一个断点之后 就是多了一个弱点 再想去 完全我们是要去攻击它了 这里的话 多了一个断点 这个 自己薄了不少 去攻击它的时候 难度系数要上升一些 而且外面多了一个刺的话 对于黑旗这个旗的眼位上来 是还有帮助 对 就加在这里 黑旗一旦跑出去的时候 这个断的作用就比较明显了 是 白旗是 拐 拐了一下 黑旗倒 白旗接 拐的火 这里点到一个形状上 这个点是旗星啊 这里我们可以单纯这个先手 记一下是先手 这个是 这里正好点到这个 断点的位置 感觉点到了这个旗星的腰眼上 对 我们有一个 这个口头禅士的维棋术语 点在了腰眼上 黑旗飞出来 黑旗很不舒服 要白旗是跳 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局面就是白旗有一点就是比较难 这个正常来说我们旗后 然后可以去攻击别人 但攻击别人和杀别人完全是两码事 杀别人是必须把人杀掉 攻击我们是为了获利 但这个旗的难点呢 就是白旗找不着利在哪 这个我们通过攻击它 要不破别人的控 要不自己维化控出来 这里呢 除了杀旗的话 好像很难找到这种 这种利益存在的地方 你说要把这个话控给破了 这不现实 这中间围起来 好像也很围不出来 很难 只能说是通过攻击的时候 在一些这个关子上会有一些收获 是 但是我们现在就是 找不着那种收获的地方 虽然这个旗黑旗看着 这个挺危险的 包括这块旗 这个随时一走 这底下没有眼 但是真的一旦是吃不掉它的话 这个旗不是特别的好处 黑旗是小尖 小尖完之后 这里可能有加进来 让白旗形状变坏的可能 白旗 先点了一下 先点了一下 这旗道 白旗这个 一起打吃 这个旗如果不打吃的话 将来白旗一旦杀这块旗的时候 有可能会多出一个这个倒虎的新手 这里有个打结 所以反正白旗什么时候走 你也得走 所以先就直接索性打掉了 搬一下 搬跟挡的交换一下 然后记住 会得沾上 白旗顶 这里不顶的话 马上被加这个形状很坏 这里 就整个下法就感觉 这个白旗这个进攻的节奏 被黑旗给带偏了 这个好像打不倒他 然后现在黑旗还到处想着 便宜白旗的木树 这个过程就是白旗是不太不太舒服的 那这样从实地上来说 是不是差距越来越大 因为白旗想攻黑旗 黑旗还一直在收官的感觉 对 但是这里就是我们跟木树的关系不太大 因为黑旗本身木树就有优势 这个最终还是只要黑旗 能够做活的话 就是能够把这个两块不活的旗 给它安全处理的话 黑旗应该就是比较好下的 但白旗好像没有取得这个 本来应有的这个主动权 黑旗是往外跳 黑旗跳 所以你感觉这个旗形上会有一点问题 但暂时还没问题是吧 不害怕 黑旗这个地方有个四的先手 然后这里白旗这个旗的气会有点紧 然后黑旗本身这个地方至少有先手一个眼 这个地方先手一个眼应该没问题 所以你这靠的过程中有可能送出来黑旗一个眼 这样有可能一靠就把这个 送活了 把黑旗靠活了 把黑旗靠活了 就这个字吃掉的话 价值也不是很大是吧 中间这个区域 就主要是露着风 这边可以进这边可以进 就白旗最理想的想法 还是就是把黑旗这块和这块这个赶到一块去 赶到一块去的话 这样可能让黑旗这个两头顾不过来 实在这里白旗是 白旗是把这个吃掉了这个字 对 起了一个 这个等于是直接放弃了进攻 因为这个操作难度太大了 所以走了一个相对 相对这个缓和的下法 但是这样的话 实地的压力就会显得比较大 然后黑旗下一步是断这个 对 黑旗这个还在 还在捞空捞实地 对 还在这个 继续得理不饶人 白旗是把这个 黑旗贴 哇 黑旗拐了 这里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交换过一下 黑旗 就是拐之前 拐之前黑旗先飞的一个 飞跟白旗搬交换了一下 但是白旗这个为什么要搬呢 就可能是收关了是吗 这个收关的同时还想威胁它 就这手旗如果被黑旗藏了的话 将来下去可能这个地方白旗木树 这和后宝有一些问题 然后这里搬的是很 希望黑旗赢啊 但是想法是肯定是希望黑旗 这个简单印一个算了 但黑旗这个时候炸的这个是非常的强势 直接把这个又拐了出来 这个就是你吃不掉我的话 我直接赢了这种感觉 就不给白旗退路了 不给白旗任何退路 对 那对于白方来说 白旗现在是只面临了一种选择吗 就是要把它吃掉 那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上看 有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白旗第一反应一定是吃这两个字 我觉得我们绝大多数人第一反应都是吃这两个字 但是他简单的判断一下之后发现这个旗 黑旗长了之后 这个旗啊 将来至少打八十局的先手了 这个好像白旗的空是无法这个支撑的 从直觉上来说 这个没有仔细判断 但是感觉到形势不力了 空不足了 所以呢 这里啊 搬一个看一看有没有这个机会 黑旗啊 去跑这个 这样白旗再分断什么的 这个 看一看机会会不会出现 过来 很奇怪 白旗连搬 接下来下的非常的紧凑 对 有点强硬 黑旗弯 黑旗弯 所以这个时候往回吃还不肯吗 它一个是往回吃木树上有一些损失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可能弯出来 就是白旗的旗型反而没那么好 因为看着像黑的弯的话 白旗外围的借用可能会越来越多 会更多的 那么这块旗以及那块旗 是不是会更加危险一点 对 正常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 我们如果打吃的话 这个被打吃完之后 这个白旗旗型是完整的 但如果说那么弯出来 这个 比如说白旗要贴两下的话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子 那黑旗这个刺就多了一个先手 是 或者是再怎么走的话 白旗可能外面会流出断点 这个可能会对白旗的旗型造成一定的压力 但这个地方就在整体感觉上 黑旗就是还是一个比较危险的状态 就要拐这个 或许是黑旗就是补回去的话 这个形势也没有那么的好 这个被吃了的话 这个白旗木树都等于 同时把这两个都抢到的话 黑旗并没有优势 这里要下的比较激进一些 因为黑旗不单单要管这块鞋 这块鞋也没有完全活 对 现在目前两块鞋都没有活 中间白旗也有很多 对黑旗来说 对自己的这个 制估能力和战斗力非常自信 对这个就是对它的计算 这个非常有信心的一个下 胆子真的是挺大的 白旗继续贴 贴黑旗往外冲 然后白旗是扳 黑旗继续冲 白旗扳 这个时候黑旗应该是不能再冲了 再冲的话 这个再扳两下 这个一跳 这个或者是甚至直接靠到这 这个明显感觉到这个要死了 这里如果我们再有个子的话 这个再往这一靠 这个肯定死定了 嗯 漂亮一点 就外面已经有了包围圈了 所以这里呢 它到这个时候 及时都回去了 是 它这个吃了 然后就打一下 这也是我刚才说的这个地方啊 拱两下之后 虽然白旗洗澡变多了 但是呢 这个地方出现了断点 这个断点的话 就是在别人攻击我的时候 我是可以利用的 嗯 这个又打了一下 对 这里又再打一下 再踢 再去吃 黑旗连回去 然后白旗接下来是 跳 跳过去的 跳一个应该是先手 这个不会 嗯 应该是 这块旗如果现在直接杀的话 暂时还杀不掉 是吧 哦 如果能杀掉 它肯定不会那么下 这个它肯定是算轻了 如果直接靠 靠和跳应该是一回事 这个应该是基本上 是 现在杀不掉 基本上是一样的 然后黑旗提了一个 那白旗肯定 白旗也没爬 白旗 白旗这边冲了一下 这个感觉是 跟档交换 等一下然后飞这个 那个冲看应该是毒秒 就是 这 进入毒秒 嗯 飞里飞段 这个地方局部应该是没有火 靠一个的话 靠一个的话 局部黑旗是没有火 但是 我们还要注意 就是黑旗冲完之后 这个地方反过来 把白旗断了 白旗这个地方 也没有完全火 嗯 就有了这个冲之后 这个地方演完 已经没了 这一段 至少白旗在活 就在杀自己 插黑旗的同时 就是这个 又得活自己 又得破这个 黑旗中间的眼位 嗯 还得这个 就管的有点多 这个有可能走不过来 有点忙活过来 有点忙活过来的感觉 嗯 但对于黑旗来说 因为牵着的白旗这块旗 没有活的话 整体就没有安全问题了 嗯 也有 但是可能活起来会好一点 嗯 借用相对多一点 因为这个下面白旗 还有两个缝隙 这个黑旗可以压着走 是 嗯 把白旗接下来是 断了一下 嗯 这个倒是不会亏的 本身也是木术便宜 脚上 脚上 裂了一下 嗯 啊 就直接就地搬粘掉了 这个搬粘应该不会亏 嗯 这里糊了一下 比较有意思 这个地方给留了个结 正常感觉就沾上散了 就将来还是有可能 这个白旗就有个字 往下跳的时候 这个地方粘有可能 会出现亏子 嗯 就比较白旗就有个字 是 这里黑旗没必要 相比较远 白旗 白旗爬这个 看黑旗怎么火 嗯 那这样是双方进入到一个收关了 对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白旗要杀的话 会发生什么 嗯 黑旗贴一个是选手 黑旗沾上 这个糊 白旗打赤 黑旗打 白旗这个 应该是只能提了 嗯 只破眼的话就只能提 黑旗可以 弯这个 弯这个 白旗断完 白旗再卡进去 这样子刚刚好啊 这个打赤完之后 利用这个字 这样给打回来 这样刚好黑旗可以 可以活下来 是 是沾的话 白旗就冲出去了 嗯 所以黑旗的这个算路 还是挺精密的 对 从这个地方蔓延到这里 对 刚才白旗要靠的话 也大概是这意思 就是刚好这个地方走 是 但当时弯这个的时候 可是这里漆的都没有出现啊 这个 而且白旗不一定会贴这个 白旗可能有各种各样的下法 嗯 那个时候弯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嗯 我们摆成这样算的话 倒是能算明白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 做出这个决定 我觉得是需要一些魄力 事后看也不知道白旗 那个时候有没有更 强的下法 那总的来说 黑的像快旗 活旗上 还是有眼味的 对 如果都能活了的话 这个白旗的 木属压力 这个感觉上有点大 嗯 然后白旗就是退 对 这样的人是收关了 嗯 对吧 跳 嗯 黑旗搬 搬这个 搬的很是到位 我觉得 就如果白旗打住的话 这个黑旗眼味又变好了 就如果退的话 我先便宜两木旗 可能 这个白旗是实战 看一下是打的 实战打住了 嗯 黑旗沾上 嗯 再沾上 毕竟两 两木旗 这个不肯丢 这样的话 黑旗局部已经是活旗了 那这个黑旗就是处理的非常漂亮 这个整个白旗 本来是黑旗很薄的 很危险的啊 这个本来想大干一场的 这个 结果黑旗不但都活了 还把这个吃了好多木出来 对 最重要是关子 黑旗并没有被白旗搜刮 对 关键黑旗一直下得很强势 白旗只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围出了一些 本该属于自己的空 这个本来就是觉得先手 是 等于真的中间的 就是中间这一点点 这个结果黑旗非常满意 还在继续追求白旗的弱点 继续 真够狠的 断 白旗退 黑旗继续断 对 还充了一下 白旗党 白旗护 这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如果白旗现在不走的话 白旗喜欢护了一个 如果白旗不护这个的话 我们冲一个 最简单的冲一个 黑旗挡住 白旗挡住 黑旗就把它打掉 打不打都无所谓 等等这个 再打 就在一场直接 黑旗反过来把白旗给杀了 这个白旗只有一只眼沾 黑旗就 对就补回来 就可以了 这样整个白旗 这个还得来做火 所以这个整个下法 这个 这白旗追忆 现在只死一手 只能把这个补回来 对 黑旗 黑旗再长 这个地方黑的收获也很大 对 这个等于刚才我们说 紧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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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就增加了这脸目 现在还给它抢回去了 这个 这个就是完全这个旗 已经下肾了之后 这个 确实越下越舒服 白旗是 跳 一起吃 然后 我们 我们关子要找不着大的地方的话 最好的办法就是 沿着二线先转一圈 然后随便比较一下 可能就知道哪里大了 这是一个技巧是吧 我们看一下 沿着二线转一圈 只有这个地方 和这个地方 然后两个一对比 基本上就能下出单 这个 蔡老师说这个很好 经验之谈 很实用 那 沾上 看这个 吃了一个 白旗跳 这黑旗这个时候终于不再不再去弄白旗了 不像刚才这个 继续往里面加了 这个应该是感觉这个钱真够了 不然的话可能还有这种招又来了 我觉得已经没有必要了 这个已经明显就感觉到在往回收了 这个 这个 白旗沾上 白旗沾上 这地方没有顶,顶这个是三木 这个长,这长叶也非常大 本来这一虎,这中间可能木都没了 这里至少有个三木器 然后这底下将来还有冲下去 除了这补一个以后,还有可能有继续便宜的手段 这样黑旗 还是来了 我看到后半盘白旗被收束的还挺惨的 这个地方刚刚也约还有一些木属 现在转瞬间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个有点太被动了 基本大的地方好像黑旗都走到了 感觉黑旗把该下的东西都给下了 简单数一下 十、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十六差不多 十七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十五、三百鞋打掉了 三十、四十、四十、四十五、四六、七、四八、四十九、五十五、一、二、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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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几个地方刚才 这是排面9目吗 62,71 对,排面9目 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优势 赢那么多 这个地方我给黑漆少赞了一点 这一个是这个拐 还有这个打车完最后可能有穿 但还是比较接近的 这整体 说明这个漆白漆前面应该是有一定优势的 即使保存成这样 包括白漆的整个下法一直就是下的比较缓 嗯 说明证明这漆还是可以去收一收的 是 沾这个 沾完之后白漆 然后白漆先冲了一下 冲了一下 冲了一下 这地方有个断点要不 对 刚才我们算的这个地方是三目 然后这个地方 白漆得补一手 等于是排面9目该黑一下 然后9目可能还多一点 正常应该是黑漆 要小剩一点我感觉 然后这里白漆我刚看了一下 白漆有一个断的手段 这个断有可能获得 嗯 这个断 断 可能会让黑漆要补一个 这个黑漆 黑漆如果这么打吃的话 就是白漆将来这个地方挤 黑漆就得补回来 这个地方有可能要便宜半目漆 嗯 然后如果黑漆打这个的话 白漆可以 可以打一下这个 这个将来黑漆也是要多补一个 对 这个打是收官的好手 做打 如果这么下的话 黑漆是亏一点的 这里我们 我们正常可能感觉这个地方便宜 就是白漆让黑漆多补一个便宜一目漆 但实际上呢 这里每收一口漆啊 这个都 白漆能多一目 实际上这里黑漆少一目啊 这个反过来白漆还多一目 这里是差两目漆的 对 因为将来这个地方都有先手 对 这里收汽的时候肯定是要多补一个 这里 所以当如果当白漆断的话呢 等于是黑漆本手的话 就是在底下吃一个算了 这个是白漆的权利 现在白漆还没有下 是 对 我刚才把这个打吃算白漆先手 应该是黑漆要稍好一点 就奇迹如果是进行到现在这个进度上 对于高手们来说 虽然是 感觉上是久木嘛 比较微弱的一个差别 但对他们来说 是不是也是 基本上胜负已定了 我觉得应该是 就如果我的鼠目没错的话 就是我这个地方给黑漆没输 然后那个算白漆打的 这个 就我是算黑漆拐白漆挡的 但是中间 没有没有算黑漆的这个木 因为你从心理上 就觉得白漆是弱势的一方 给它多数一点 因为我觉得白漆一直下的很 就是我觉得 那些深处觉得这个漆 黑漆应该是优势的 所以就给白漆尽可能的许多算 就给黑漆尽可能少算一点 嗯 现在还没有落子 我们这边进度就到这里 现在我们先是 应该是 就这个子 这个子 把它断一下 断一下有一个问题 就不见得是绝对先手 但可能黑漆也会硬吧 我觉得 虽然不是绝对先手 但是这里要收器的话 也很麻烦 这边 现在就到收官阶段 后面的官子 是不是也不太会存在什么变数了 也没有特别大的官子 正面都是小官子 对 对 因为现在白漆 基本上白漆这里 虎一个或者冲一个 然后这里黑漆都活了 也不用连了 这里冲白漆要挡的话 白漆冲这个本身就不一定便宜 然后已经没有没有大官子了 就基本上像这种冲 对 就可能都是 就两三木齐的官子 一人一个的感觉 对 两三木齐的官子 就是你充其量 基本最多亏了一木齐可能 现在是 就是还没 刚才数的还没9木 该黑漆下 然后现在还是 该黑漆下 该白漆下 白漆要补这个段 白漆冲这个 白漆这里要补一个段 刚才唯一这个地方 没算黑漆要补一个 这个确实白漆断 应该是好漆 如果正常收完之后 这里漆是没有用的 那白漆如果冲多少 黑漆就把最后这个 补上也是有一手漆价值 这个拐还是很大的 这个拐 至少有四木 这拐应该是成盘最大的 就是奇俱进行到这里的时候 对于胜负上来说的话 嗯 应该已经 确定下来了 是吧 乔老师 可以这么说吗 我觉得应该是 我觉得就是 至少这个 如果我们是这个 白漆要赢的话 白漆不会 就是正常来说 不会像这么慢 是不是现在 也是在 点幕当中 还想寻找一下 最后的机会 刚才应该是 早就进入读秒 而且我觉得应该 大概率是最后一次 对 现在应该 这盘已经下了 有将近 五个小时的时间 对 一直没有落子 不知道是网络传输 得有点慢的原因 还是 它确实是一直在 在厂考 应该是黑漆要赢一点 嗯 这个冲完之后 冲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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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正常应该是 是在计算这个地方 我觉得应该是要断 要算一下 断吧 断黑漆 但这个断确实也很大 这个断完之后 不过冲完之后 它还不着急断 还是它下一步去断 这个就可能先 嗯 但这个地方怎么收 好像都差不多 嗯 这样黑漆 拐这个和这个耙 应该是差不多大 嗯 这个这个拐应该大一些 这个拐大一些 拐完之后 嗯 黑漆 好像也非常细 就稍微延一点 我觉得黑漆 目前我们现在能看到的进度 是走到了这里 但这一盘旗呢 最终 现在已经分出胜负了 最后是黑中盘胜 好 最后如蔡老师所判断 现在黑漆 在这个局面下 应该是胜负已分的一个局面 已经没有什么 变数了 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变数了 但是确实 就是双方目数 还是非常接近的 是 嗯 那最后这盘棋是由 米余婷中盘获胜 嗯 我们今天这盘棋 由于时间的关系 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 嗯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